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 是选择 选择大于努力 选择不对努力白费 人生最重要的是三个选择 第一叫选对半女 你老婆选错了 这辈子费了结束了 你要创业 她说我要给你披婚 你要学习 我要给你披婚 你要出门上班去 打成日发贷 我要给你披婚 我在她藏钱啊 你只能留在小三村了 那还说什么做 爱是还是不是 很多人说 老师说我选错了 咋弄 你第一个选错了 你第二个不能再错了 兄弟 叫选对圈子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全部吃喝嫖子 我敢保证 你得待五年 你也知道 你信不信 你身边的朋友 全是上级的 全是创业 全是投资 全是学习的 你给他被人家 对他什么对家 你知道你为什么 是个褲狂蛋吗 因为你身边的人 都是褲狂蛋 实际上你为什么 或者是你还在大国 你身边的数据 你被他们先造了 你的想法 如果你身边 最好的朋友 都去创业了 你再来 我们的个人 有个小老板 那你为什么 操任全年 因为你身边的所有朋友 都是个人 你相信吗 如果你身边 最好的朋友 全是丧事公司老总 你再烂就上个新三大 如果你身边 最好的朋友 全是投资家 你再烂不是的投资者 我第一次听 罗伯的星期讲课 我老师就给我 讲了一句话 宁可在富人堆里 做穷人 也不要去穷人堆里 做富人 我刚开始没听懂 你知道吗 我上完财商课 我就新高气 我要创业 我要成功 成为百万富 结果创了不到一年时间 可以的头破学 我终于我发现了 不是百万富 因为我身边 没有一个百万富 我打开手机 通讯录 我发现我手机的全是穷房贷 我借钱都 借不到一分钱 还别人去那找我借钱的 对不对 我就做了个决定 我只能百万富 成为朋友 我必须要换我的圈子 我不换圈子 我的生命就不可能往上走 我敢于跟自己做 断舍离 我做了个决定 把我手机里面 不是百万富的号码 全删了 结果就 我就开始用了一年的时间 混迹各种高档场所 加那些百万富的电话 不是百万富不加 结果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我手机里又存了 七十四个百万富的电话 我开始进入他们的选择 开始跟他们合作 开始跟他们成为朋友 结果不到半年 稀里糊涂我就变成了百万富 想到这样以后很简单 就一句话 要想成功就是去选对选 选对一个好老婆 我支持你 理解你 你干什么东西 你输 我陪你东三再起 你赢 我陪你去林天下 找一个百分之百的选择 另一半 然后进入一个增加的圈子 比如说老师 我没有这样的圈子怎么办 来 全自己选出了怎么办 来 第三个 选对什么 叫选对教练 教练的级别 直接决定了选出的表现 你看这郭靖 拜了七个老师 杨康就拜了一个 大家经常把郭靖打哭 因为郭靖选的老师是谁 江南奇怪 江南奇怪的老大 最牛逼的柯震恶 就那瞎子 金庸笔下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 大家从来没赢过 装逼从来没输过 柯大侠只要出场 手远都是那一句 狗贼拿命来 一秒钟以后来 第二句 要杀就杀 无需多言 第三句话更狠 他第三句话 我简直我都不能理解 每次都给他六个兄弟讲 等会儿看我眼色形式 他是个瞎子 他还有眼色吗 我就一直没有想明白 为什么每次大家都说 你现在知道了吧 都在等他眼色呢 你能听懂你怎么样 你说郭靖拜这样的老师 他能成功吗 但是到最后 郭靖经历选择了黄荣 黄荣就给他找了个老师 那个老师是谁呀 同期公职 都让他一走 瞎龙 十八丈 从此打遍天涯 再说各位 你告诉我 选对办公多重要 选对老师有多重要 人生是选择 不是大于努力 是选择 决定成败 人与人比较最后比的是什么 不就是决策吗 一个决定 决定了你三年以后的人生 一个决定 决定了你五年十年以后的人生 做一个错误的决定 就让你满盘结束 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就可以赢得荣誉 赢得财富 赢得所有的一切